我們的飛機已值得往北飛行 越過高加鎖山 所以這裡應該是歐洲了吧 沒錯 歐洲可以說是古典音樂的發想地有重鎮 但是實際上 簡歐洲就有好幾個不同的樂派 比方說西歐可謂古典主義的重鎮 而東南歐則以豐富的民族音樂而為文明 接下來的這位作曲家 佛蘭茲馮蘇佩 是一位奧地利浪漫主義時期的作曲家指揮家 這首詩人與農夫序曲 做於1846年 童年也在維也納首演 為蘇佩所作的三幕歌劇 詩人與農夫的序曲 採取沿街曲形式 不斷出現各色各樣的旋律 現在就讓我們欣賞 由弦夜社帶來的這首詩人與農夫序 好遲勒 好遲